15. 信報財經新聞 欺債催落官歐羅謀反破 2015年7月11日監促法B 0X岳中環王美斯希臘政府週四向歐羅區債權人提交以一份改革方案 急於獲得新資金以免於破產,並已於週五在議會舉行投票以獲准立即行動 根據各方達成一致的時間表 三家債權人機構最遲週五晚上將提出各自的初步評估 如果評估意見總體為正面,歐羅集團財長將在週六決定是否建議與希臘政府舉行磋商 討論由歐洲穩定機制ASM紓困基金提供有條件貸款 如果得到佔ASM資金80%的出資國同意 那麼即使有一兩個小成員國投反對票,說困決定也能得以通過 在最新提議中,希臘尋求535億歐羅資金幫助其償還債務直至2018年 對基本盈餘目標進行評估,並重新安排該國的長期債務期限 相應地,希臘達應取消吸盜罪的增值稅減免,並提高船運公司的稅率 歐羅集團主席迪赤海爾布洛姆證實已收到相關文件 並通過發言人表示 在歐盟執委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的專家完成評估之前 他不會發表任何評論 如果歐羅區領導人在週日的峰會上同意在這些提議的基礎上 可以開始三年期貸款協商,並提供過度貸款以維持希臘正常運作 那麼希臘下週就需要投票史其成為法律 之前的救助協商破例後,希臘銀行業者至6月29日以內一直停業 並實施資本管制,限制提現額度,緊接喬恥B 6月30日對貸款違約,如今還需在7月20日向歐洲央行 屬回34.9億歐羅債券 如果沒有救助將無法做到 如果週日未能達成債務協議 其中包括向希臘政府撥赴資金以應付未來數週的常債需求的內容 那麼希臘銀行業下週就可能破產 歐盟官員指出,若無法達成協議 歐盟全體28個成員國的領導人都將參與討論如何控制希臘破產帶來的損害 包括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可能實施邊境管控 以及緩解希臘破產對鄰國衝擊的舉措 歐羅對美元週五上漲升至1.11水平上方 投資者受到中國股市強勢復甦的激勵 此前希臘提交了新的改革方案 令人寄望週末的歐洲領導人峰會上有望達成協議 日元年內最大單日升幅避險的日元下跌 因中國股市反彈,及對希臘的憂慮有所緩和 歐洲正等待希臘提交支持其申請三年期貸款的經濟改革提議 湖中指週四錄得6%的漲幅,足以使投資者重拾信心 過去一個月情勢嚴峻,歐羅區的希臘問題 以及中國股市大跌於30% 主導市場走勢 這些因素大動日元週三創下年內最大單日升幅 不過,日元已會套部分漲幅 日元通常在金融市場或地緣政治方面面臨壓力時走強 因在這樣的情況下,投資者尋求更安全和高流動性更高的資產 日本央行下週將舉行議式會議,估計央行不會擴大貨幣刺激舉措 要繼續承諾以每年80萬億元的速度擴大基礎貨幣 以實現2%的通脹目標,同時可能略微掉降經濟增長預測 並警告海外風險上升 技術走勢而言,徐光月出現10天線下破25天平均線的離膽交叉 美元兌入原則見反覆下跌,至本週三增跌至120.38的一個月多低位 估計重要支持纖維上升趨向線120.2,關鍵料為118.5及118水平 英鎊對美元週四從一個月低點小幅反彈,因樓市數據強勁帶來支持 另外,此前英國政府公布的預算案沒有許多投資者預料的那魔從緊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週三宣布預算報告 他說,將用四年來實現將英國巨大預算赤字扭轉為應餘的目標 而不是三年的時間,英鎊對英倫銀行的政策決定無甚反應 英倫銀行週四維持利率在紀錄低點不變 決策者努力想在英國薪資增速改善和全球經濟出現更多不佳信號之間作權衡 英國加息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英國薪資增長速度有多快 從短期內看,英鎊對美元走勢估計短期難以跨越1.6關口 並且有機會因應4月以來的帳戶而作出修正調整 黃金比率計算,38.2%及50%的回調水平為1.5410及1.5250 擴展至61.8%則會指向1.5090水平 此外,亦可留意英鎊對美元在6月初於50天平均線獲見支撐 故目前位於1.5270的100天平均線亦可作一支持參考 另一方面,目前上方較近了力於股在1.5620及1.5790水平 澳幣紐元反彈金價上揚澳元對美元持續上揚 繼續自本州稍早的跌勢中反彈 因希臘拿出新改革提案 而且中國股市連續第二天反彈 澳元對美元上漲至接近0.75水平 脫離週三所及六年低位0.7372 脫敲S一輪政府救市措施壓制住了恐慌性拋售 中國股市週五連續第二天大幅反彈 紐元對美元小漲至0.6770水平 因全球股市反彈令被險情緒緩解 並使紐元進一步脫離週二足及的五年低點0.6620美元 紐元對美元週線有望收高百分之一 而之前十一週連續下跌 紐西蘭經濟增長放緩促使該國在上月減息 令紐元受到打擊 倫敦黃金週五上漲 希臘獲取最新救助的努力有進展 帶動歐羅上漲 同時亦打壓美元走勢 促使金價上揚 不過 主要消費國中國和印度的實貨需求低迷限制料漲幅 印度的金價營造全球指標金價有貼水 金價漲至最高1166.96美元 脫離週三所及低位1146.75美元 本專欄逢週三 週六刊出 www.w.w.mw.801.com 黃美思號鑑促罰號惡宗 橫希債吹樂觀歐羅謀反撲 文綺 紅éd魅 川沲 當dle 大 塵